若放逸懈怠 自从行当 当用精进的知识 这也是 十十多多修行人 以放逸懈怠 完善 推行 对身修行 不能成功 依旧高流到轮回 随意流转 太可怕了 而且都是什么 一般人通病啊 精神提了起来 修佛的同修 促修佛的时候 很勇猛啊 古人讲的话 说修佛一年 佛在眼前 希望你们会死 真敢了 修佛两年呢 两年就变成老油条了 佛在天边 居一居云了 修佛三年 佛就变成云烟 没了 这个就是放逸懈怠怠啊 自己那点善念 那个好心保不住我 很容易被外面 财色名十岁的诱惑 一迎诱就跑了 古人讲 高明后立 那个诱惑人 现在小小一点名利就把你又跑掉了 你算什么 最初看他修得真不错啊 赞叹他 夸奖他 小小名利放在面前 心就变了 佛就没有了 你说 那怎么行 这个社会诱惑力量到他 什么时候 我们才真正做到了 不被外面境界入会 那不被外境干扰了 不被外境干扰是你有定功 不被名利诱惑是你有智慧了 定功智慧没有得到 那你就是持戒的功夫 你延持戒律 能够抵挡一下 定是很难攻破的 会就化解了 那是最高的境界 下面 下面 浮掉支撑 散乱不定 当用禅定的指示 这是在用功的时候 我们念佛如果是打佛期就很容易发现 念佛堂 绕佛的时候很勉强 指尽的时候 坐下了没几分钟 他打呼 睡着了 这叫昏沉 这是一个毛病 另外一种毛病呢 在指尽的时候 一坐下的时候 哇 你也纷飞 这叫吊举 福就是叫心腹气躁 他心安不下来 定不下来 定点种毛病 常有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 我昏沉的现象没有 调局的现象有 好像没念佛 没有指尽的时候 心很安静没事 怎么一坐下来 忘念那么多 老师告诉我 你忘念本来就是那么多 你没发现 你现在想定下来了 这才发现这么多 不是说坐下来 才会有着的 不是的 是原本就这么多 没发现 那么这种现象 不要害怕 正常的 你不要理会就好 认真的这一句佛号继续念下去 把精神集中在佛号上 不要理会这些忘念 忘念不理会它 自然就没有了 佛号你特别注意 你注意它集中在什么 佛号就越来越清净 这是定慧的功夫 所以要用禅定来对质 那么昏尘的时候 精神提不起来 别人在止境座的人 你可以起来 在后面去精神 这不止于昏尘 另外一个方法 到佛前就拜佛 你拜上两百拜 三百拜 昏尘不得拜走了 你的精神可以恢复 世上出的毛病 由世上的方法来解决 理上出来的毛病 那是用理来解决它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从哪来的 是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 佛就是从对治烦恼建立法门 法门不是真的 烦恼没有了 法门也就没有 所以法上映射 何况非法 真正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在这个境界底 给诸位说 所有法门也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你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 你没有毛病 所以什么药 什么治疗的方法都不要了 再要用药 要治疗 要用治疗 那你就又病了 所以佛法是帮助我们断烦恼的 那他也不是真的 千万不要对他生起贪爱 越贪爱就完了 那个病就更难治了 那他也没有杀了